红米Note 5 真机上手评测 今天下午小米正式发布了气味水桶机 红米Note 5 新机国内首发小龙636 号称全机里的台照专家 主打旗舰双射 AI 智能美颜 AI 人脸识别 具体售价如下红米Note 5 3GB-32GB 4GB-34GB-1399 6GB-34GB-1699 配置方面 红米Note 5 强度5.2英寸 FHD加全面屏18.9纵横比 搭载消融636 8核心处理器 最高配备6GB RP-1.4X内存 内置4000mAh容量电池 内置4000mAh容量电池 支持圈望空5.0支持MIUI9全面屏手势 拍照是 FHD的主打卖点 新机不仅后市500万像素 加1200万像素 AI双摄像头 还首次针对前置镜头加入了人像模式 基于算法 基于算法的单摄背景虚化技术 红米Note 5 前置一颗1300万像素摄像头 支持AI人像模式 针对女生专属虚化 通过配饰进行AI人工智能训练 确保口读更准确 红米Note 5 支持前置HDR 支持智能识别逆光场景 并配置前置柔光灯 在逆光暗光环境下 都能够拍出高质量的主拍照 红米Note 5 还支持 AI智能美颜 可智能分区美部 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美化策略 红米Note 5 将于3月20日 上午10点全局道发售 帅 Torahiiних担心 内容 二十一年 谅幅 公文 四十一年 后 四十一年